找了一块空地开了一个店面 阿呆在村庄中无聊的闲逛 不经意看到富商刚开的新店 决定前去看看 而当阿呆看到后 阿呆的双眼就离不开了富商打出的告示牌 原来是一整套的彩虹钻石套装 阿呆非常喜欢这套装备 决定无论如何也要搞到手 阿呆前去寻求高手的帮助 却被高手嘲笑一番 残忍拒绝 阿呆只好再去寻求博士和天神的帮助 二者给阿呆指出了一条道路 阿呆为了钻石套装 丝毫不犹豫的直接就闯了进去 阿呆拿出共和剑 在里面可谓是神党杀神佛党杀佛 轻而易举的就击败了里面的怪物 来到了天神所说的藏宝之地 阿呆打开其中一个箱子 里面全是彩色钻石 而打开另一个后竟然全是金钱 这可把阿呆得意坏了 阿呆快速拿出钞票 来到富商店铺处 将自己获得的财富给了富商 富商也如约将彩虹钻石套装给了阿呆 但是刚出门不久的阿呆就碰到了黑客 黑客直接就将阿呆刚获得的套装抢走 阿呆再自身无氛围